来 下一位张琪 能听到吧 我直接说但是 好 但是 来 感谢五分子炮车 我觉得 你不是天天在直播里面说 说美国拿好 让你轻轻是吧 这棵好 我觉得美国 有一个地方 特别好 就是他对人的 尊重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然后对人的付出 对老百姓的 付出 然后他能给予一个正向的回报 正向的回报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们的底层的意义 你只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就有多大的回报 是这意思吗 差不多算是这意思吧 行 完了那个特别正向 只要你肯努力 你一定活得好 是这意思吧 那啥事 咱都不要绝对坏 我没有绝对坏 我就是 就是 是吧 这世界它不是非黑即白 不是不是爱然的 是吧 我就说咱这个相比之下 相比之下 就特别人的这个尊重 好 那么请问 同样是生活在美国高学历的徐博士 又如何作解 此时此刻正漂泊在公路上的讲师 又如何作解 那个曾经天真无邪的胖子 开着烧烤店 吃着火锅 在大学门口 赔了三十万 又如何作解 你所说的社会 像天堂一般 那遍地的流浪汉 又是什么呢 说 说 说 来你先说 我先整一段 你说 这个变 就是你看你直播我也经常看 你的你的这个视频我也经常看 感谢OFEN 你这个 嗯 你这个 呃 你也常说一个话 咱不要拿个例 他这个当然 他有很多是吧 但也不能说完全算个例 但他主规是少数 你说这些情况 你说这些情况 等会流浪汉流浪汉那个数量还算少 那你俩跟不流浪鼻吗 就像你老说的说 OK 那咱们说一类人吧 说一类人吧 行不行 哪一类 大概年薪多浅呢 我对美国不了解 我就是说这个 你对美国不了解 你给我点掰一下 人家社会什么付出平等 什么了吗 你那半天你没感受过 没有没有 OK 就是属于神游过美国 这是你的经验互相 对对 神游 OKOK 从所谓的这些公君也好 宣传也好 还有所谓的读者一类的东西也好 行 其实我想说主要是对比 一个东西换成就对比出来的 我就觉得是 就咱村里面 班里面 班里面 我也感觉脑不好玩 就是会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就班里面太强调牺牲 奉献精神 嗯 嗯 你看这个咱常说几个话题 这个医疗 对吧 嗯 这个咱班里的医疗确实比美国好得多 嗯 然后这个这个 你看看病快呀 什么服务好啊 各方面的 那这这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那么多的医务工作者的牺牲换来的呀 那确实 然后呢 你对那些医务工作者公平吗 哎好 首先呃牺牲白牺牲吗 这个白牺牲指的是你说是 白白牺牲了吗 那他肯定不是一群二白的牺牲 对呀 首先不是一群二白牺牲 再一个 作为医护工作者 医医者 人心 这个东西是我们在学的时候 就在学医的时候 就要知道自己这是未来自己要承担的东西 他选这行的时候就知道以后我如果作为一个医生或者怎么着 我一通电话我就得去 就跟你当你当你有一天你说我想去当大杆帽去 休息这个东西只有在国泰民安的时候你才能考虑这个事 但凡需要你的时候就回不去 这就是啥 这叫义务 不单是吃这是除了工作以外的义务 而你像你说这种你说对他们公平吗 好美国对他这个医生是怎么样的 我现实是有医生朋友的 做二修一做二修二听过没有 周一上班周二上班周三休息 周四上班周四周五上班周六日休息 一周只上三四天班 年薪一样是三十来个 下了班以后这电话再接我是你孙子 到了点以后不走我是你孙子 上班以后多干一点我是你孙子 所以说这就是美国的医疗效率 就导致比如像我妈这种想约个胃肠胃劲 四个月打底 就导致像我之前过程会讲的我干爹 本来是个口腔癌在这个嘴里面 切完了以后坚持治疗啥事没有 一直给你等到扩散人没 那哪个好啊你是羡慕那种吗 不是不是 我就说中国我已经说过了 不是不是这个我们我们的这个 我们村的这个治疗 你在讨论是不是公平的时候 首先他得是一杆秤吧 对不对 你总要有另外一端吗 你现在讨论说来 这是我们当今中国的医护工作者的医疗现状 加班超时 体力透支 这个救死扶伤 对他们来讲所谓的公平 公平另外一端是啥呀 伪不伪大确实伪大 好那另外一端是啥 另外一端是我就说他们医疗直播是我提的就是我能想到的一个方便啊 还有千千万万的行业都是有很多这样所谓的 我在我看来我觉得是一个牺牲者的一个这个形象出来支撑的 好那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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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闹的话 那我就这么跟你说 你我这一辈人加上上三代人 再加上未来的三代人都将为这个国家奉献 不奉献国家哪来强大呀 挨个躺平挨个吃嘎鸡锅卷大饼 你牵个大黄牛 黄牛就对里头走 我这边胳膊断了 往我整个大锅底一个这边卷饼 对不对 往那边框框整个飞饼 你系个大头包他那边光个榜子 就跟人走完 上横河里的这边尿一盆那边你喝一口 这些不用奉献 反正你这个姓 你这个姓氏也不用干别的了 那个建设建设组国交给那些姓氏的人 往那些姓氏有钱全全上别人家去了 当那个马农去 上那个英国法国当小弟去 完了穷的全都搁这呆子 对吧 全世界能跟我们人口相抗衡相比的 也就是有印度吧 印度确实不讲这个精神 出来躺平 你这姓氏已经决定一切了 然后呢 你改我说了吧 我没有说这样不好 但是我说我跟他说 你没有说这样不好 我领你搁这块发奖章玩呢 搬进旗呢搁这 你不直接说但是吗 你搁这玩呢 我这不正是没说但是呢 你现在给我滴了 你那个算起来脑瓜 回到手机旁边来 拿你那个嘴 那大臭嘴 那麦克风说话 不清楚我现在的声音 拿你那个大黄牙呲 那个大黄牙呲充充电口 那边说话 我已经坐到了 大黄牙呲充电口 好来接受 但是我就说的是 这种牺牲很伟大 他们有得到相等的回报 那好 相等应该跟哪相等 你定的标准还是国际定的标准 还是其他国家的标准 那咱现在对比吧 那就跟美国的医生比 好 算不算汇率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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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不算人口级数 算不算助学贷款要还 你觉得需要算的都算一下 那好 那然后呢 就是国内医生 比美国医生挣的少 是那意思吧 对 然后呢 上班又轻松 工作又轻松 下班又不用加班 好 到时候你有病的时候 你跟这排了 晚上滴了个手跟这等了 像我是在家 那个痛风打家庭医生电话 让你下个月再去 整整30天之后 再去腌尿酸 国内如果是这医疗条件 你不天天就你这个水平 阴阳怪气 你不得翻天呢 你不得 我提的观点是啥吧 是这些我们的国家的发展 不能总靠去牺牲那些人 去换来另一批人 那应该怎么能 或者是在 在这些人牺牲的时候 我们应该给他更多的尊重 或者是相对 你不尊重了 谁不尊重 你不尊重了 还是我不尊重了 谁不尊重他们呢 你现在的国内的医患关系 对医生的尊重很多吗 如果不够 低了上来挨个嘛 行吧 是不是你有没有你 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以后可能有啊 那以后的事谁能说的准呢 你能说的准吗 你这样呢 我说实话很有可能马上就变 然后呢 说话 接着怎么着 对这些 对这些人群 我就说 为啥说美国好 就是你看美国的这个核心的一个逻辑 是吧 风能禁雨能禁 国王不能禁 个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但是中国呢 总会强调你要去牺牲什么 你要去承权别人 好 我两个问题问你 一那么好 你咋不去 我去不了啊 那好 我有家有口 想去去不上 是不是这么说 说实话也不太想去 因为有家有口了 一个熟悉的环境 你多于有家有口 你都是累赘 我说实话 那你有家有口 大家一起去呗 这种说一点好就一定要去 我不太理解这个观念 那行 就是好 但是不向往 就我希望我家更好 你希望你家像他一样 我希望我家更好 未必好就要跟人家一样嘛 那好是什么标准嘛 谁是好啊 你总得跟榜样吧 你现在不够好 你你应该更好一点 好是啥样 你总得跟榜样嘛 对不对 我希望就是大家 在工作当中 不要过分强调牺牲的精神了 我们强调一个合理公平的回报 你不要一直强调牺牲 你一直没有牺牲这俩字 牺牲根本不是 我说实话 牺牲根本不是你我这代人 配谈的 牺牲那一代 是60年往上的那代人谈的 明白吧 牺牲不是你我这一代能谈的 你我这一代顶多谈奉献最多 但当你这种人头上肯定 你这辈子奉献过没有 我拼了 我是为了家也好 为了啥也好的 你干过没有 每一天都算是吧 你经常家伙我听 我就是普通的行政工作 普通行政工作天天加班到深夜 不拿加班费 确实没有加班费 天天熬夜到深夜 不能说天天 那你一头两三天三四天 好 这种这种加班 你认为是在奉献 我没有说我 我没有说我是在 那你在替谁明明不平吗 哥们 我是在为就是这些 你看咱就说 还是医生的群体 因为我家里人 好就医生 是吧 那我那我现场给你第一个医生 行不行 行不行 来谁是医生 一万一千万没有是医生的 管理员来 谁是医生给我抬上来 行吧你不替人家说吗 是不是 我是说我了解的群体 我有什么资格替人家说呢 那你要说这话挺公平的 你了解那个群体 咋的觉得冤了还是咋的了 你随便听了个医生过来 你看他是不是肯定 人发的牢骚正常吗 来自曝加门 自曝加门 是不是医生 我不是医生 不是医生 但是我爱人是医生 你爱人是医生 咋的了 他说的那个牺牲的事情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了解过 医生在就职之前 有一个宣誓叫 西伯克拉底誓言 这是国际的一个誓言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生命所系 那个健康所系 生命相托 就是 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 庄重 庄严宣誓 我愿意现身医学 他这边就是国际都提出了 医生要为医学而牺牲 那为什么你觉得他牺牲就不配 就他 他的心中不是他的质别 而是社会强迫他的 好行 你发你发表完毕 来下一个 来这一提一楼上来这么多医生 哥们 那哥们人呢 我在呢 啊 你应该能听到吗 来下一位说 我的话是大概冒 就是我们的职业名称 前面是冠以人民的 也就是说 在我们就职之前 是已经做好 为人民牺牲 为人民奉献的准备 根本就没有说这个 我们的职业 人民教师 人民公仆 人民医生 都是冠以人民的 好 我这边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好好感谢 来下一位 来下一个 我也到了吗 嗯 我是兽医啊 嗯 嗯 改天来我们这个同医院做个结章啊 就是 怎么还上了兽医了 你 我跳戏 我正给这感动呢 我正他妈给这感动呢 我上了个兽医一个比较 来来下一个 喂 英哥 哦 我是 内科组织医生 大内科组织医生 其实我咋说呢 我是 嗯 不太认同说是医生 牺牲这个事情 因为这是 其实做我们医生来说 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 如果比如说 我比较想注重学业的研究 或者比较注重收入方面的 那我在大三甲 在大医院 确实累 但是收入回报 也是很可观的 如果我只是说 想继续我们工作 发发热 也同时 生活想轻松一点 那我就下沉市场 去小医院 工作也挺轻松的 收入也算可以 你本来的职务就是奉献 这是应该的 好 但是有些医化矛盾 他也 我也跟患者讲过 医化矛盾 不谈人均素质 他人均素质 反正就是跟手指头一样 有长有短 那种 医化矛盾 医化矛盾 有医闹 医法处理 有医闹 医法处理 绝对永远支持 现在国家对这个 也挺支持的 对医生保护 国家对这个 也挺支持的 对医生保护也挺好 好好好 感谢 来下一位 大王好 兄弟们好 我是一个三甲医院的 影像科医生 很高兴联导大王 联导兄弟们 然后刚才十点多 刚回家 刚下班 然后 我觉得这个 刚才那个人说 所谓的 牺牲也好 奉献也好 这个他说不成比例 收入什么的 收的收获不成比例 但是我不这样认为 我除了 金钱上的收获 但是我收获了 别人为我做的牺牲 比如 我有很安定的生活环境 那就是我们的民警 对我们的牺牲 做出的牺牲 我们 有人民子弟兵 为我们大家做出的牺牲 这都是我们所得到的 我们收获的 同样 我为大家付出一些 别人也为我付出一些 我觉得这样 我们的社会更好 好 感谢 完了 不用接到网上台了 这几个来办事 来 下一个 英哥 我是那个电力的 电力我们也是基层的 经常半夜去抢修 但是我觉得 我们确实是 要说好 我们也 有时候也算挺高尚 但是 本职工作 我做好我本职工作 怎么就要牺牲呢 而且我们也牺牲呢 而且我们也是有绩效的 你做了好 他就是有奖励的 而且为什么 要把牺牲做成这种贬义的呢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 而且 之前的时候 他们这群人 之前的时候说 我们是既得利的 就是 只要是进了这种 事业单位什么的 是既得利的 然后现在怎么又 开始说这种 这方面的呢 好 这些人不自相矛盾吗 好 明白 好嘞 来 下一个 遭避肥 来 遭避肥 遭避肥怎么的 遭避肥兄 我曾经当过小绿人 当了20年 那么我们 小绿人是 对 我们 一进去 讲的最多的就是 升官发财 请走他路 贪生怕死 勿怒私门 那如果是为了 赚钱或者什么的 我们绝对不会去当这个小绿人去的 我们都是为了奉献才去的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的 这个 事业跟 村里面跟老百姓的事业是融为一体的 嗯 国家强大了 我们很开心 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的时候 随时可以奉献我们的一切 啊 完毕 好 说了 感谢 来 张琪啊 嗯 你他们有什么资格提他们说 我没有啊 我一开始你说 你要我提他们说 我就说我有什么资格 听完了啥感受 听完了我感觉就跟我想的一样啊 你看各行各业都有 有医生啊 有电力啊 有各种想法 有各种系统 嗯 很伟大 是吧 这个这个非常了不起 啊 有了他们 然后有了我们现在的生活 你有什么资格 你有什么资格替他们觉得不值 这个值不值 而我希望他们更好 就像你行行业业就像说的 鞭医院也好 这些人也好 行行业业都是靠一代一代人的 就像你说哈 别别别别别别 我问你 你有什么资格替他们觉得不值 你有什么资格 呼吁大家没有必要 我需要什么样才有资格 你是从业者吗 你现实你就他们是个上多上一分钟班 你都觉得累定的废人 你多多干一点你都觉得圆的废人 国家长治久安安定繁荣 你觉得这是应该应份 最好钱都他妈进你头 最好啥活你都不用干 多一分钟你都别干 上美国去啊 给刚才那小子他爸那个捷达轮胎 再卸也赶紧追他 没有太远滚 真的吗感动真的